哈嘍,大家好,我是华伦 为什么说有人不喜欢你了解历史 因为历史,可以让你了解顶层阶级的思考方式 成为他们的竞争者 也可以让你看到许多前人成功以及失败的案例 让你的竞争对手睡不好觉 而最重要的是,历史,可以让你了解人性 我们刚刚在战国第43节目中讲到 这韩国大臣冯廷,他违看韩国的命令 决定叫上党军 不交给秦国,反正是改交给赵国 赵王一听,哇,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但好是好,然而该如何做这个决定呢 因为不收上党军 那秦国将得到上党5万军民 并且占据了攻打赵国极为有力的战略至高要地 而赵国首都韩单城 也将随时面临遭遇秦国攻击的危险 但要是收了这上党军 将变成自己意外获得上党军5万军民 而且反过来可以占据这极为有力的战略至高要地 异于阻挡秦国将来对赵国的攻击 但而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一旦收下这上党 秦国极有可能对赵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 若从后见之明来看 常常会误会了当时做决定的困难度 也可能落入许多历史学家对这件事的评论 那就是赵王以及平原军利欲熏心 但事实真是这样吗 从之后的邯郸之战来看 上党的确提供了秦国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力位置不是吗 要是换作是我 我也会建议要拿下上党军 只是从后见之明角度来看 要考虑一 这上党军是不是要我赵国一国独吞 或是二 要是赵国要自己独吞 一旦秦国攻打过来 赵国要派谁才能守得住 还有将军们觉得能守多久 要是战事发展不顺利 需要多少军需物资 或是说上党失守之后 赵国还能不能抵抗秦国后续的冲击 从一开始来看 这赵军吞用连婆 以二十万赵军就能抵挡住秦国六十万大军来看 上党的确发挥了他重要的战略优势 然而很可惜 一般人常常很难接受一个观念 那就是没有输 有时候就等于是赢 把输赢变成好像是非题 只有对与错 没有其他答案 其实 要是你仔细读过孙子兵法就会知道 孙武也是这样认为的 他认为可胜在敌 也就是什么 能不能答应 关键在对手 但不可胜在我 也就是说 能不能不要被打败 关键在我 只要不被打败 那就没有输不是吗 要是少了这一点观点 通常就会让人想要处处与人竞争 或是怎么样 时时想要得胜 那这跟赵王的想法不就差不多了 把这个观念套在我们生活中你就会发现了 人生的竞赛并不是白米赛跑 而是长城的马拉松 不过很可惜 学校的教育却是像在教我们做白米赛跑 不断要求我们要在每次考试获取好的成绩 累积小胜 已成大胜 最后考上理想学校 而考上理想学校之后呢 就会有理想的工作 那之后呢 就会过得幸福快乐的生活嘛 就拿今天赵君的故事来说吧 赵国的目标是要战胜秦军 还是守住上党 击退秦军即可 不同的人 不同的环境 应该会有不同的目标啊 能将成绩考好 当然好 就像能打赢 当然要打赢了 但是 那又就是打不赢 或者说 就是没办法把书念好呢 那不打书也是一种选择 不是吗 先定有一个目标 再往这个目标 需要具备的条件 去准备以及前进 听起来是很简单 但做起来却相当不容易 毕竟 这世上有太多的造网 会影响我们对目标的达成 要是人生的目标是财富自由 那达到财富自由的方式 除了获得高薪或是稳定的工作 这种主动收入的方式之外 透过理财 而取得足够的被动收入 也是一种方式 这不是不可能的梦想 但 却也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 达到有足够的被动收入之前 通常是有一段很长时间 财务规划 以及生活自律 不过在这里要先打个岔 理财 只能是管理你的财富 并不是赌博 所以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借钱投资 除非你很清楚 有其他稳定的收入 可以支付这笔借款 不然 千万不要随便乱去借钱 那小朋友也可以投资 这是当然的 要是可以的话 其实越早越好 因为复利的效果 会因为时间而变得巨大 我想要说的是 人生从来不是只有一种选择 不是每件事 我们都一定要赢 就算一时的考试不如意 或是工作不顺利 也不代表已经决定了你一生 您说是吧 若是您有其他的想法 也欢迎留言分享您的看法给大家哦 好了 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 若是您想要知道 完整版的故事内容 欢迎您可以到说明栏中 找到我爱故事频道的连结 要是您喜欢这个频道 还要麻烦您动动你的手指 点赞订阅追踪 或是给我五星评价的支持 以及留言分享哦 谢谢您来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